今天寻找达人要带大家来看看传统记忆 也可以很新潮 而且接下来这位他还是周杰伦的老师呢 这是31岁的卓嘉宏 他有扯零王子之称 在国际赛事上夺下了世界冠军 他的扯功还真不是盖的 科班出身从6岁就开始扯零 从这么高的高空往下看 除了在飞机上办得到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万里的飞行伞基地 可以看到这边视野真的是相当的好 前面有一大片海 后面背着是一大片山脉 在这边玩飞行伞真的是一大享受 而现在站在我旁边就是执行飞行伞的教练 很难得看到是女教练 怎么会对这个飞行伞有兴趣 因为飞起来感觉很好 它飞起来其实像有鸟飞行的感觉 就是因为喜欢在天上飞 这全台唯一的飞行伞女教练 不怕日晒一头摘下去 到底有多享受 话不多说 咱们穿上装备 一起来体验看看 这好像龟壳 对 这叫忍者龟 背上坐垫扣好绳索 来听听教练指示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你记得 我们这个是没有动力的 我们的动力完全在脚上面 所以靠自己 所以脚不能停 就算很害怕 也要继续往前抛 对 要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天上 一切就绪 准备出发咯 出发 一二三 好痛 说迟迟那是快 短短几秒钟时间已经飞上天了 才知道这视野实在一级棒 海上不是有个小小的岛吗 那个是鸡龙鱼 鸡龙鱼 鸡龙鱼 要玩这个一定要有胆量 你觉得会很可怕吗 我觉得起跑的时候 要克服自己的状态 对 起跑紧张一下 但出来其实我们实处很慢 短短十分钟飞行体验 坐在飞行伞上 感觉离天很近 一路从山坡 飞到海面上 看到破光灵灵大海 心情都跟着开阔起来 看似完美降落 但背后长进的摄影 为了记录飞行过程 也得硬着头皮 边拍边飞 还真是难为了 想挑战自己的极限吗 其实在全台 有很多地方 都能体验乘风飞翔的滋味 这个暑假 那不妨试一试吧 飞行伞教室成功 骑人在哪里呢 玉琳今天找来了一位高手 带您一起来跳跳 扯林驰骋在继承上 热血甜蜜 高速跃动刺激感 看着心脏扑通扑通横跳 这扯公还真不是盖的 有扯林王子美名的卓嘉宏 31岁科班出身 基本功稳扎稳打 6岁开始玩扯林 一扯扯了25年 把传统技艺注入体操 五道活水 在西班牙国际赛事 夺下最高荣誉金奖为台争光 小天王周杰伦也曾慕礼拜师 实验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说 会花很多时间在练习上 就跟运动同样 对 那包括像比如说健身 这一些 你必须要花很长远的时间 然后做续续的 就玩这一个字 应该说我从 开始我在教课的当时呢 就是说我希望这个技艺 它是一直传统下去 但它变成是一个艺术的呈现 慢慢一直满下去 看老师拉起这股疯狂岁风 练得很酷 但实际上真有这么容易吗 放弃 不错吧 有一点点的会跟一点点的 不能 不能得益太久 好 打紧 耶 不错 怎么样 不错吗 再一次吧 好 太久 我难得接到一次 你叫我再一次 像我是幼稚园等级的 都可以练成 观众朋友们 只要苦练 一定也可以 好 我们下期待 因为我会 来 好 好 我们下期待